哇嘞个老天爷 哇嘞宝贝啊 今天是我被隔离起来的第11天了 我是2号晚上被困进来的 导航导错导进来的 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出这个镇子 一直被封在大朗 六天前来这个大朗商会这办证 就是滞留人员出去的通行证 结果当天挂号挂了两天 挂上号了 然后通知我来填资料 填完资料现在又三天了 跟我同一天进来办证的人 人家都出去了 我还在这儿 还是出不去接 没接到通知 这可咋整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 今天出来吃了个饭 挥不去了 我定 现在进也进不去 也就是我住的那个宾馆那一片 今天估计只能在大街上露宿街头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明天但愿该给我下通知 明天可以出去了吧 再这样下去 我真扛不住了 衣服迟来天没洗 说白了 出来戴了一个口罩 这口罩红的都被我戴成黑的了 我的天哪 我都不确定这个口罩还有没有这个防疫的作用 哎我去我看了好几个药店也没开门 这可咋整啊 咱真没经历过这事呢 今天晚上住的地方都没了 哎 真的 疫情赶快过去吧 这样下去我真扛不住了 看这街头 哎 基本都是没人了呀 这个水码前两天拆了 这又装上了 听说又严重了 哎呦我的天哪 这边看着还挺安静的 也没人也没车啥的 估计这些车都停了好久了 这个地方还相对安全 因为我不能去人多的地方 我也慌说实话 哎就在这儿 今天晚上就挂臂在这儿了吧 哎 雨衣等会儿铺到地上 随便那么一躺 OK 好了 现在这个床已经搭好了 还好出门带了一身雨衣 雨衣扑在地上 今天这个天没有那么阴森森 应该不会下雨 就在这儿睡了 晚上冷的话 拿这个羽绒服盖在身上 天为背地为床的 再坚持一天吧 加油 弟弟们 我的这个度营的地方 已经准备好了 前两天呢 就是这样在度营店 已经睡了两天了 也觉得没有啥了 然后搭好了 先试影一下 毕竟这几天 这都是宾馆 都给我住懒了 先看看躺在这个地上 还够不够软 还能不能够睡得着 事实上的没事 该说不说的 躺上去属实是有点性的 不过勉勉强强的 等到半夜我再睡吧 只要足够困 一定睡得着 这个位置还是可以的 晚上的话基本上都没啥车 现在白天车都多 晚上更是没啥车 安安静静的在这睡觉 那不香吗 帖子 就这样吧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我晚会找个地方吃点饭 回来美美的睡一觉 期待明天有个好结果 能让我回家 该说不说的 我3月2号早上 还炖了一锅红烧肉 没拦得及吃 就是因为跑单直接出来了 肉都熟了 在锅里闷着呢 真是可怜了我的二斤红烧肉啊 帖子 这一会儿我估计也正在被昆虫所霸占着 回去 衣服也泡了10天左右 这个饭也泡了4天左右 估计回去我那没洗的衣服也该臭了 我这饭菜也绝对没了 不说了 太心累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观看 我睡觉了